对了 赵大哥 我发现呢 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唱片专辑啊 都是以爱情作为描写的主题 像是爱情里面的状况啦 像是单恋了 失恋了 热恋了 就一直一直地在被谈 好像这个永远谈不腻似的 你没有看过那个坊间的杂志 后边都有一个蒸有栏那一块啊 我记得小时候看到一个名字叫做孟凡的 从第一期开始登 登到那个杂志都已经停刊了 他又转着另外架子再继续登下去了 他还没找到对象啊 不是他啦 每年都有一个小孩这儿梦凡的都长大了 需要一个朋友 我们还看到一些很多很失忆的名字 像什么孟竹啦 什么宇柔啦 什么小韩啦等等这些 赵大哥你怎么那么熟啊 因为这些名字都是我笔下的人物啊 你都去应征啊 不是 我帮我朋友捉刀啊 那你的好朋友一定跟这些女孩子们 都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都成为我的女朋友了 都成你的眷属了 主要我的意思是说 每一个年代啊 都有不同的人在谈爱情 那么对象不同呢 表达的方式也是不一样 所以爱情这个主题啊 是一个谈不逆的 永远新鲜的话题 哦 这个所以呢 整个世界如果大家都不谈恋爱了 那这个世界也就不可爱了 当然当然 现在我们看看今年最佳瞻专辑 入围的有哪些 请到的颁奖人是台湾区唱片工业同业工会理事长 许安静先生 让我们欢迎他 得奖人是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我们恭喜他 恭喜他 你说啊 我想一个好的歌手 不应该是他自己的功劳的 我觉得我唱过许多的好歌 所以我觉得当一个歌手 他最大的财产就是收容了很多的歌 那我希望呢 我的制作人都能够像小虫一样的这么疼爱我 谢谢 谢谢大家 我想我制作专辑呢 我都把我的歌手当成是我自己的爱人 所以呢 他一定是我自己最喜欢最疼爱的人 谢谢大家给我们这项奖 我们会继续努力创造更好的音乐跟唱片 谢谢 你这是干什么 我在传达一个意念 什么样的意念 你看不出来吗 我在传达的就是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你为什么不说话 他不说话 他不说话 不说一句话 他不说话 什么跟什么 我刚才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现在的歌曲 他营造异象呢 不只是靠听觉 视觉也是很重要的 像刚刚大家都听看得出来 我是在表达这个意念 你说的是那个歌唱录影带嘛 那人家拍的是一个完整的情节 有完整的动画 你这个pose不够窃提 那你就错了 现在的音乐录影带 还不能拍得太窃提 你知道吗 这个最好拍得模模糊糊的 让观众去猜 这个画面跟音乐到底有什么关联 最好呢是没有什么关联 那么观众就会一定认定它 一定有关联 你看 这新闻都很有同感呢 你说小虫啊 要不窃提是吧 我懂了 你也在唱我 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啊 不是 陆桥上面那个 陆桥上面那个 陆桥里面的几十年来本啊 嗯 那 那你也太不窃提了吧 这叫联想啊 哦 算了 我们还是来看看 今年的最佳音乐录影带里面 拍得最不窃提的 有哪几部 入围都有 我们请到的班奖人是 中华民国有声出版事业协会理事长 起码唱片的董事长陈维祥先生 欢迎陈先生 各位贵宾大家好 我有两个建议 第一 我建议消费者 都能够购买银板带 不要让创作者的心血白流 第二 我建议政府 加强保护创作专利 让全国同胞都有听到 第一种声音的潜力 谢谢大家 现在我开始关闭 谁在秋天捡到我的心 非得企业有限公司 谢谢非得唱片有限公司 以及陈绍兰先生 彭苏秋小姐 更谢谢叶欢小姐的演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